撇一撇 等於 答案做多少 那這個是Panon的 嘿 師母 嗨 妳有沒有學過微積分 沒有 來 我就教妳簡單的 妳在這邊幫我寫X平方 然後畫個括弧在旁邊 這邊幫我撇一撇 對 然後答案就等於2X 好 再來我們再做一次 X三次方 然後框框把它弄起來 然後撇一撇 對 然後答案是 3X平方 然後X四次方 4X 3次方 X五次方 妳猜一下答案就等於多少 要算啊 妳看啊 看那個是錯的 什麼是錯的 我沒有要跟妳啦 用直覺告訴我答案是多少 5X四次方 答案是對的 妳那一次好像就不相信我了 來 X 6 還有6 答案是多少 那這個是騙人的 6X五次方 妳就寫下來 準備好了嗎 嗯 來 X的七次方 要算啊 沒有妳就真的想起我答案就是妳想的那樣子 真的喔 妳答 我才要開始騙 會變難但是不會被騙 這邊寫X分之一 然後 括弧 寫一撇 等於 先不要這樣好了 這邊寫X平方分之一好了 請問一下答案會是多少 2X分之一 這時候就不對了 要算 對 要算 第一個步驟就是妳要想想代數 妳看喔 當我們有X平方在分五的時候 它會變成X的負二次方 然後框框然後撇一撇 然後請問答案是多少 妳看看剛剛我們是怎麼算的 妳要說這個妳是怎麼算的 那妳讓我寫 沒有 但是妳看到規則啦 妳就想要規則是什麼 這六哪來的 這個吧 好啊 那這個五哪來的 不是 呃 因為我看前面猜的 沒有 妳用看這個來看嘛 是因為這個嗎 不是 這是微分的意思啦齁 那這個六 那為什麼這變成五 一出來環環畫面了 蛤 我聽說我不壞 那 這個是7 怎麼變成6 因為 前面都是這樣子寫的啊 不是 妳不要這樣想 OK 7怎麼變成6 6怎麼變成5 5怎麼變成4 減1 減1囉 對不對 好 那就是這個規律啦 我們再複習一下喔 X的6 這6哪來的 這個六次方 對 那這5哪來的 6-1 對 所以應該要怎麼做先 蛤 你看喔 這個6 跑到前面去嘛 對不對 那現在是什麼 -2 跑到前面去啊 -2 對 然後再來咧 蛤 X X的 -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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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啊 就這樣子啊 這就是違反啊 再做一題吧 根號 太難了 妳猜一下這個怎麼做 手癢喔 叫我 根號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就是 然後如果加那個 就會變成2 對 就這樣 根號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次方 就好比來喔 我們複習一下 這個X的三次方在分母的時候 它會變成X的負三次方嗎 嗯 那這個根號其實也可以變成一個次方 二番之一 欸 對對對對對 對 二番之一 二番之一 給一撇 來喔 答案會是什麼 這題做完就放你走 二番之一 X 這個要-1喔 OK 欸 -1 妳想清楚喔 二分之一-二分之二 -二分之一 啊 就這樣子啊 就對了 這就是微幾分 的微分 妳坐好 好玩嗎 那